3月20日,电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在北京中国电影导演中心举行了盛大的启动仪式,并发布首张概念海报。 当日,陈凯歌、黄建新、张一白、管虎、薛小璐、宁浩、维木野习俗亮相,和大家分享了在新中国70周年历史性的景点瞬间下,自己的亲身经历。 未能到场的薛珍导演也通过一段VCR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与记忆。 其实在准备的过程中,我需要跟每一个导演讨论他们的选题,他们的制作方向,他们的拍摄地,他们的演员构成,他们的主创过程,以及他们对影片的设想。 每一次讨论我都会被感动。 首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这七个片子在它中间都充满了打动你内心的力量。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 陈凯克导演现场表示,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之际,这部电影是中国电影人给新中国的一次集体献礼。 影片不仅是在记录新中国,在大国之上的一步步脚印,更是在唤醒全球华人深埋心中的共同记忆。 七个导演,七部短片,独立成章。 但是我们又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,所出现的这十二个字。 历史瞬间,全民进一,迎头相告,总的调子就是昂扬深情。 这也就是说,我们在这部片子中间想表现,不仅是国家在七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, 更多的是,表现和表达艰苦奋斗的平凡的中国人民。 博乐在这七个片子中间的普通的中国人的个体, 一旦和灿烂的历史瞬间相遇的时候,所绽放出来的能量,改变了他们的命。